民進黨利用側翼網軍 發這樣子的圖文攻擊 說我藐視把人摔在地上的國會 你們藐視的是中嘉賓委員嗎 是當著全世界直播的電視 把沒有人整個摔到地上的中嘉賓嗎 謝謝大家抽空 這不太是我的個性 大家知道我平常是一個很堅強的人 然後因為我是做醫療的 所以我今天早上也還在看診 現在來參加記者會之前 我幫自己拍了這兩張照片 一個是我的臀部 左邊 一個是我左邊的腰部 那我們在做醫療工作的人 平常有生病 還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完 所以昨天當下 雖然我發生了很大的被傷害的事件 可是我一直堅守著我的崗位 所以一直到晚上回家 我才覺得痛到受不了 才發現說 哇原來我白天為了檢守我的崗位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已經受了這麼大的傷 然後今天早上為了病人 我還是忍耐就吃很多止痛藥 然後去看診 我也覺得很難過是因為 我有很多海外的朋友 尤其是醫療業的朋友 他們昨天是看到 他們昨天是看到我們的新聞 傳簡訊關心我 覺得台灣指案在總統就職之前 傳遍世界各地 一個男性的執政黨立委 一個男性的執政黨立委 把一個女性的在野黨立委 摔到地上去 而且是摔兩次 但是我所有海外的朋友 都覺得非常的震驚 而且難以想像 這是他們生活中 還不會發生過的事情 我很不好意思 我跟吳宗憲一樣 我的家人也有看到直播 覺得他們沒有辦法忍耐 可是知道立法院也不是家人 就可以來的地方 所以不斷地在中間的過程 大家收集給我 但我當時還是在執行我的勤務 所以我沒有辦法 一一地回復他們 我是覺得 這十年可以改變很多事情 可是不變的是 執政黨面對新的民意 十年來一貫還是用性騷 暴力 甚至謀殺 來面對我們新的國會 跟新的民意 我身為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我常常在急診 很忙碌的狀態之下 冷靜地處理各種緊急的情況 但是我昨天根本沒有想到 我沒有辦法制止 中家兵委員 蓄意地衝上主席台 又往韓院長那邊衝 並且他是右腳站穩以後 情報 突倒 性騷 暴力 而且各種謀殺的姿勢 對我進行兩波的謀殺式攻擊 我外國 我所有外國的友人 都覺得 這已經是 公然在電視上的犯罪 所以昨天凌晨到現在 我幾乎沒有吃止痛藥 我是沒有辦法 好好的工作 我不曉得 在民進黨委員的眼中 口口聲聲反對性騷 反對暴力的原則在哪裡 昨天晚上看手機 還看到民進黨利用側翼網軍 不斷地發這樣子的圖文攻擊 說我藐視把人摔在地上的國會 你們藐視的是中家兵委員嗎 還是郭國文委員嗎 是當著全世界直播的電視 把女友人整個摔到地上的中家兵嗎 還是這幾個月來不斷癱瘓醫師的民進黨呢 在這邊我也要公開邀請民進黨委員 也要站出來開記者會 譴責中家兵對我的情報 扑倒 性騷 暴力 還有磨殺 我們一定要讓性別平等性別平權落實到立法院 謝謝不好意思 我今天情緒比較激動 謝謝 剛才呢 陳如大家在外面看到的 我跳上了主題台 然後我就不曉得被誰 把我腳拉住 整個人摔了下來 我當然就順手 跟那個人 就一起就摔了下來 不過我現在是摔到我的樂園 那剛好看了 他說很挫傷 那我想 事後有人告訴我說 跟我產生在主題台上衝突的是陳委員 那我覺得很抱歉 因為我不曉得是誰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有造成大家的一個 讓他覺得被冒犯 那我很抱歉 完全沒有這樣意思 因為從今天早上開始 我們的衝突不斷 在這門口 我們的推擠過程當中 也有人打了我 後來有人告訴我 那是哪一位委員 那我認為呢 意識的衝突 肢體的碰撞在所難免 但是向來 我們都會很清楚 一條界線 盡量的 我們都是跟男性的委員 做這樣的自己推進 我們也不希望女性委員 夾在這方中 跨上了 有一位國民黨的女性委員 華鴻威威威 他來夾在我跟 這個 謝志偉 謝榮介委員之間 我說這個 我們在這邊推起 請你保持距離 我們不想要 互傷到其他人 那剛剛的場合 大家看得很清楚 時間非常的迅速 跳上去 我就被人家抓住 然後整個人摔倒下來 那人在摔倒的時候 我不要抓到了誰 我也不清楚 但是呢 後來他們都說 那是陳委員 那我覺得 對陳委員 抱歉 我剛剛也跟他致歉了 如果說他還是覺得 有被冒犯的地方 我願意再次 誠摯的跟他說抱歉 那也希望未來 我們不希望在 議事當中的衝突 再發生這樣的自己衝撞 那也希望說 萬一有自己衝撞的時候 我們都要小心的保護自己 也盡量不要去誤傷到別人 所以委員 你剛提示是說 你剛剛本項是被推倒 然後倒下去 然後抓了陳經惟委 我不曉得是什麼 那個狀況很短暫 我們剛剛跳上主席站 還沒站穩 人就重心不及緊急了 那我只到旁邊有人 有手過來 我們就拉走 就摔到地上 但是呢 我可能摔的位置 比較不強 我摔在以哲骨手上 所以到現在我的肋骨呢 剛剛王醫師說 可能要建議我去做檢查 但是我還是希望說 整個過程當中 衝突是很無奈的 保護自己 不要受傷 也不要讓別人受傷 隨時就跳上去 然後就跳下來 然後就順勢抓到 我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什麼情況 就是你人在倒的時候 然後你們就不曉得 你不曉得一定是旁邊有人 因為那時候很多手過來要拉我 那所以過來拉我的手 我一定是拉著 他才會摔下來 在重心的部分的情況下 有手伸過來拉我 我們並不去抓 所以我想這個情況 這樣的反射動作 完全沒有針對誰 事實上 如果不是事後有人告訴我 我也不曉得 那是誰 可是我以為我畫面上面看到是爆甩 我不曉得 我們在 不然你試著再 再讓我抓你的腳 看你跌下來的時候 你手會做什麼動作 我們會做 沒有辦法擺那次來懷孕 是 我剛剛是站在主席台旁邊 因為我要保護韓院長 那中央兵委員在一樓 他自己找了一個椅子 墊他的腳 所以他就踩著那個椅子 要跳上來 所以呢 我就站在旁邊 保護韓院長的時候 被他鋪上來 鋪倒在地 對 但是我是從桌子上掉下來 所以我的腳 就是有受傷 可是 他當下 可能他自己有點不好意思 他一直跟我道歉 但是 我覺得 這個暴力真的不是很好 因為 你不分青紅皂白的 不管是誰 你就是用盡生命在那邊鋪倒 我個人是 強力譴責 其實我只是在保護韓院長 我沒有想到會發生這件事情 對對對 我沒有想要跟人家打架的意思 我只是想把韓院長旁邊的位置 站好